我們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有兩個部分 一個是Focus Guide的簡報 一般來講 老師大部分用的簡報軟體大概就只有唯一那一套 老師除了微軟的PowerPoint以外 請問還沒用過其他的簡報軟體 Mac的叫Keynote Keynote是父輩的 現在不用了 現在不用了 太好了 那基本上大部分大家用那個 那兩個其實基本上的性質是雷同的 也就是說他其實每一頁都是獨立分開的 另外可能也許有些老師有聽過像這個叫PREDI 這個在國外也有不少人用 那在台灣的話我也有用的算比較多一點 所以前兩年其實我主要也都是以這個為主 那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您待會可以進到我的那個部落格 我的部落格上我就有一個創意簡報區在這邊 在這裡齁 您進來之後我會有兩個部分 因為就是PREDI 另外一個就是現在盡量跟大家介紹Focus Guide 那如果說老師其實對於這個PREDI 有概念的話 就是說或者你曾經用過的 Focus Guide基本上跟它是雷同 都是以新字圖為概念 那所以呢 其實如果你曾經用過的 你會發現它就是PREDI的豪華版 就是它的豪華版 因為它的範本 還有它對中文字體的部分 資源就相對完整很多 那PREDI的部分它其實現在有改版 以前我們用的叫PREDI Classic 叫做傳統版 它現在有一個新的 有一個新的 不過那個中文更長 中文的話原則上就只能細明體 所以變成說很多人在用會覺得說 相對來說比較不方便 再來就是網路的連線速度 以教育部的就是出去的 因為畢竟它網站在國外 所以說出去的這個速度 相對來說會等比較久 相對來說會等比較久 那它本身呢 就有這個 國際版 跟 所謂的簡體版 那也有 Windows跟Mac 這兩個版本 所以 老師說用Mac的也是沒有問題 這個是我們今天 第一個要跟各位介紹 那如果時間允許的話 我們要再跟老師稍微介紹一下 其實電腦裡面 有蠻多 不錯的軟體 可以幫助大家 比較方便使用 比較方便使用 那這個是我們今天 大致上主要會跟大家介紹的內容